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慈悲大家好 同學問到說 我們馬祖信徒的一個宴 可以將喜宴為 圓節的馬祖 我們這一聲來圓節的馬祖 上求聖道 下渡眾生 圓滿人生 這個下渡眾生 能不能請君做一個說明 因為上求聖道就是脫離六道輪迴 六道就是十法界裡面的下面的六法界 能上去就是肅聖道 成佛啦 成菩薩啦 成羅漢啦 成閻解 就是上求聖道 脫離六道輪迴 我們的心性 習性 就不再來輪迴 不再喜爐什麼樣 哀樂 有那個修道所謂的 波羅波羅密 那個境界 和圓滿智慧的境界 那下渡眾生呢 那是要去幫助眾生呢 那地藏王菩薩 就渡眾生都渡不完了 那我們怎麼有可能去渡眾生啊 畫這樣的驗 有這樣的疑問來問古文 那這個問題問得非常非常的好 連地藏王菩薩要渡進眾生 就很難的 何況我們還人要下這麼樣 這麼大的一個宴 其實在這裡做一個說明 那一德馬祖有下來的教義 他所謂的渡眾生 他有這樣的解釋 他渡眾生呢 第一個要渡的就是我們自己 為什麼是我們自己 因為每個人都是還有眾生的性 都是所謂的六道輪迴裡面的人 所以我們還有地獄的習性 有那個畜生性 有惡鬼 貪爭吃 賣禮的這些習性 那輪迴在這個六道阿修羅啦 人道啦 神道當中 六道在輪 所以很痛苦 所以這個渡眾生就是要先渡我們自己的眾生性 那所謂的眾生性我講一個說明 一般人 人性 人性就好像有一個軟體控制你的行為 你跑不掉了 我們被五蓋所蓋制的 就追求財啦 追求有財富呢 我們就可以食衣自行的過得很好 可以安全啦 生存安全 所以我們在追求的一個生存安全 追求要錢 有足夠的財富呢 讓我們覺得有安全感 然後呢 我們就要追求所謂 類似習慣領域 由伯隆尤教授講的 人類的第二個目標 追求所謂的傳宗接待 談愛情啊 談親情啊 然後生孩子 當沒有錢的 有財富的 生活的食衣自行沒有問題 安定下來 就是要傳宗接待了 人就要攬你的感情 愛情啊 然後開始要生孩子啊 就是人類的一種欲望 那本身就是人性 那人性就是眾生性 那有了錢 有了愛情 有了家庭的溫暖 那我們還要追求社會的一種肯定啊 社會的這個讚美讚喜啊 要做得很優秀 讓人家比這樣子 第四個呢 人類要追求的一個目標呢 就是住我重要感 要被人家尊重 自己尊重自己以外 還要被人尊重 被人家尊重 至於我們追求要名啊 要有利啊 那個名就是所謂的被尊重 要有名啊 就像一個人很出名啊 那到我們家來 我們就會打掃好啊 來教導他 對不對 有人的人就總統要到你家去 你會怎麼樣重視他 他就被尊重 就是地位 身分地位 所以財色啊 色是什麼 你有的社會的這個讚喜啊 人家的稱讚 再有被人家尊重啊 像你對這個社會貢獻的人大 被肯定以外 接下來我們就追求什麼 追求 感覺上的快樂跟滿職啊 因為人有視覺啊 眼耳鼻色聲啊 看好看的東西 吃好吃的東西 聽好聽的歌 好的音樂 那個音響要買個幾百萬的音響 幾千萬的音響 開個車 不是說代步工器 我們要坐那個車幾百萬幾千萬的 讓人家尊重哇 超跑 讓眼光看你 嗯 棒 優秀 有這個錢 足夠的錢 你不錯 被肯定 哇 開超跑的幾千萬的 那種感覺裡面的那個皮的沙發啦 還有按摩椅 你們都追求這種快樂 感覺上的快樂 跟做一個滿職在這種社會 受想形式當中感受到 身體上的炎兒鼻色聲音啊 最好的滿職 這是第五個感覺上的快樂跟滿職 還有第五個 面世的一致性跟什麼 好奇 我們第六個叫連世的一致性好奇 人家懂的 我也要懂 人都有好奇心 他會講英文 我沒有想辦法 他的孩子會彈甘情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會彈甘情 人家懂的 我也想懂 人家知道的 我也想知道 所以你們發現 人的性 眾生的性 人的人性 習性 六道輪迴的包括動物也有那個性 這個都有一種習性 人的性就是好奇 你到馬路上 你把抬頭 突然間走路站住 然後頭往上看 你會發現所有人都跟你一樣往上看 因為每個人都有好奇心 你知道 他不知道 他會覺得很難過 最後每個人都想跟別人不一樣 都以眾不同 叫自我的升華 你都是穿牛仔褲 我偏偏不不穿 就叫不一樣 跟別人不同 那如果說你的不一樣 是對社會有貢獻 不是說別人不敢去吸毒 別人不敢去打劫銀行 你就敢去打劫 不是指這一個 而是說你的不一樣 是可以為這個社會奉獻犧牲 來幫助這個社會 你真的助我升華 有人是追求這種 對這種七種人類的吸求在心裡學 在習慣領異學說 尤波隆人類的行為學 他講得很清實 人跑不開七種的吸求 人的吸求 這就是眾生性 那越低的眾生 比如是隻狗啦 一隻貓 他追求的是生存跟安全 要吃飽 要穿溫暖一點 要出得飽 那完了以後 要傳宗戒帶 所以你看動物 傳宗戒帶 有一種魚 快到了成熟的時候 他就會到處游 游上游 然後生了一大堆小魚 然後就死了 他一生就是這樣子 對追求前面的 我所講的前面 那一個低階的那種生物 他就會追求 高階的人 就像我們人 會追求認識的一致性 你懂 你懂英文 我也要去努力上進跟你一樣 我們就是會互比較 你會 我們去努力跟你一樣 我們會好奇 學問 那自我生活 我願意為了這個社會 為這個家庭 來犧牲自己 來完成大我 犧牲小我 我為了人人 人人什麼 為我 就是高尚的人格 可是這七種 還是人性 所以六道輪迴裡面 就是在這裡 你只能上面的 你只是低階的那個人性 第一 每天為了吃生 老病死 你就為了這個生老病死而還 那有些人們 追求更高的邪問 更高對社會團體的一個奉獻 他的靈性更高尚 那這些可是你還是眾生性 所以下肚眾生 第一個要對我們自己 要脫離這樣的欲望 這樣的需求 因為我們所有的行為 想法 都是被這些欲望所控制制的 所以苦即滅到佛陀在教育我們 如何脫離離苦得肉 也就是在談這個 那我們把它更平民化 更普通話來講 所以人都被五蓋蓋制 就是財色名食稅 然後因為眾生性的貪真吃慢儀 這就是眾生性 所以我們下肚眾生 第一個就是肚我們 離開貪真吃慢儀 那貪什麼呢 貪財貪色貪名貪色 這些財色名食稅 都是貪 真我們看不起人家 貪色名食稅 這些目標 人家擁有 沒有我們會嫉妒 會生氣 真吃 無名 對這一個貪色名食稅 沒有真正的了解 它真正的目的跟意義 就無名 那慢 就傲慢 有人說不要追求 在人生中我都不要 那也是傲慢 那覺得什麼都可以 很多人沒有擁有任何東西 他覺得他很清高傲慢 那懷疑 懷疑佛陀講的這些智慧 懷疑這個實法界 懷疑這個眾生性 脫離了以後 你就會到上求生道 到四身道氣 所以上求生道下肚眾生 眾生性 那個眾生就是眾生性 就是六大 我們一直在這一個空性 就是心經講的 射就是空 空就是射 當你的空性 已經脫離這個眾生性 六大 到了樹生道 就是上求生道了 你就不勾不敬 不爭不減 不生什麼 不滅 真正修行成功 真的誤了 誤了就是絕 絕物的絕 絕的就是活性 活性 所以我們下肚眾生 所要了解是真度我們自己的心性 那為什麼 我們鼓勵說最簡單的修行 布施的修行 每天乘十塊十塊 這個就是每天十塊 讓你有菩薩性 懂得布施 修六度裡面的布施 養成可捨得 能捨 當你有這個心性養成了以後 然後加上每個月去布施 花時間去化波 你真的就慢慢你的個性 就是菩薩 幫人家離苦什麼樣 得了 當你捨就會真的得 像就是修行最簡單的一種 我們修三歸一 來歸一馬子 來恭敬馬子的神像 恭敬馬子的華 恭敬馬子的真 我們就是希望馬子 神火撈我們一百 那我們來累積自己的福報 來上求聖道 來把我們那些貪真吃不捨 就是你會貪 對不對 那你真正的就是放棄 放掉了這一些五概 我們就可以成仙成火 所以下渡眾生 最重要是渡自己的眾生 當我們渡了以後 我們來分享 來跟人家分享 也幫人家離苦得樂 那所有有緣的朋友們 我們能來渡他 當然這個狗 我們沒有辦法去渡他 可是我們可以照顧他 因為他到出生下二三道 可能他修真的很難 渡他真的很難 可是一般我們友人 就是所謂的 我們曾經跟我們友人的 這些今天在見面的朋友 親戚 都是這些也會帶給我們快樂 帶給我們痛苦的這些人 我們跟他離苦得樂 我們來修菩薩行慈悲 幫人離苦得樂 就渡這些眾生 好好的照顧那些畜生 狗啦 貓啦 寵物這些 我們跟我們友人 我們也去照顧他 讓他得到生存安全 讓他能傳宗接待 讓他感覺上快樂滿足 被友人愛那種感覺 我們把愛給所有的人 那就是在度眾生 眾生就是 除了我們以外 還有其他的靈性 今天要靈性 以上呢 是顧問在特別強調 這位網友問到度眾生 所以我把度眾生 下度眾生的意義 再說明解決 還是上求聖道 下度眾生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走馬子 就希望能離苦什麼 得樂 離開 所謂眾生性 墮落在所謂的六道輪迴當中 往四聖道走 所以上求聖道 下度眾生 首先先度我們自己 接下來 度所有友言的這些眾生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我腳會想看 再想說 我快點 我腳會想看 摔心 才能 曉影 鏡頭